流量当头,我是维尔 继续开笑,我是车子 是的,今天来到我们要继续谈的是本地创作 也要谈AIM这个音乐颁奖典礼了 那我们退个特辑呢 今天就介绍,特别介绍我们这个冠军歌王 我相信对很多本地的这些听众或者歌手呢 都非常熟悉了这个名字 他就是我们的庄学中大哥 维尔你好 是,早上好 那我们另外一位嘉宾呢 也同样的是我们的这个节目制作的朋友 他是伊伦老师 你好,我们的主持人维尔 还有我们的邱子,你好 是,是,是 今天呢,我们要这个难得请到我们的这个学中大哥来啊 其实听到你的声音啊 我第一个感觉就是依然是那么的雌性 洪亮,非常洪亮 无论是说话和唱歌都是一样的 是,是,是 那其实呢,就是说 学中大哥在我们的马来西亚歌坛这一遍应该 这个资历是非常非常深的了 应该都超过二十年了 其实不止二十年 不止啊 其实我在1986年开始灌第一张唱片 达到今年刚好是三十年 三十年啊 如果还要再追说更早的话 就是我在1980年开始就歌唱比赛 那时候就很少无数的歌唱比赛 对对对,那时候我记得1980年的时候 雪中还有跟冰霞他们在那个金河一间叫香格里拉的 pub那边比赛 那时候我刚刚做评审 那时候我是在做娱乐记者 那时候我第一次评写中 哇,这个声音非常洪亮 不简单 他评过好多次 应该好多次,对 就一开声就吓死了 那种好厉害啊 对啊,太洪亮了 但那个时候就是说 早期就80年代 是 你应该横跨了三个世纪了 对,三个这个年代 80,90和这个2000年代 对对对 你觉得从过往到现在 在这些歌坛的发展 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和最明显你看到的这个区别吗 那其实早期呢 在80年代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听的歌曲 就所谓现在大家形容就是经典歌曲 对对 其实在当年都是所谓的 也是非常流行的歌 只是那时候的曲风呢 都是属于比较怎么讲 它是会属于比较 比较稳重 然后比较平稳 就然后那个词的表达的那个词意啊 它没有像现在这么这么的怎么讲 抽象了 对对对 现在比较抽象 对对对 以前就比较直接 对以前比较直接 就是说我爱你 他那些是我爱你爱我 就是怎么讲 叫直接 但是有人说这个叫露骨 那我觉得那个时候他 我觉得那时候的歌曲呢 而且我们很多 尤其是中文歌曲 很多都是受到像这个 香港 那个 那个80年代 其实很多的华语老歌 七八十年代 很多都是受那个日本的影响 演歌 从日本演歌 然后翻译 译曲 那个时候很多是这样的 然后那个唱 都是要很深的一些技巧来表达的 对 我印象中在80年代 其实那个时候 如果说中文呢 可能还没有 但是粤语的话 就广东话 反正受香港的影响很多 因为那时候香港的剧集 才刚刚开始冒了起来 对 很多人就遇到 啊 这是香港戏啊 然后就很会唱它主题曲 对 我身边有好些朋友 就电视金来了 就基本上是 就看了看 那主题曲啊 前后都会唱 对 那个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啊 就80年代开始 然后也接触了很多 这些所谓的港剧嘛 所以也听了很多的 那个香港的歌曲 对 但但奇怪 反而是就是 在那个年代 虽然说港剧啊 这些粤语歌曲啊 是很流行 但是在马来西亚乐坛 反而就是吹不起那一阵风 感觉上都是在唱华语歌耶 其实我觉得马来西亚歌坛当时应该是分的 应该是有好几类的了 就是广东歌曲也有 然后在听这些华语歌曲的都有 我觉得都有 还有台湾的风飞沙 那些那些闽南语歌都开始 后来80年代 80年代对 台湾的闽南语歌曲也开始 就是打心吸道 就很多人也在听了 对 所以说 如果比较起来 除了歌词方面的不太一样之外 曲风肯定也有一些不同了 对 我认为到今天为止呢 我还是没有办法很明确的说得出来 究竟经典歌曲的曲风和流行歌曲曲风 除了编曲可以 因为我总感觉其实是编曲方面 让他的感觉不太一样而已 但就比如说 你看很多现在的这些年轻歌手啊 在一些真人秀节目当中 还是选一些所谓的一些 比较旧的歌来唱啊 你把编曲稍微改一改 你进去 哇 焕然一新的这个感觉 所以 像之前议论老师也说了嘛 其实也是 这个经典歌曲呢 是以前没有人这样去 认同他 所以在颁奖典礼 从来没有听说过 有这种经典歌曲的颁奖典礼 那现在AIM才会有这样子的颁奖典礼 但是 我倒想问 可能英文老师一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我们现在特定了 把这个经典歌曲就已经界定了 把它画在一个框架里头 它会不会反而限制了 它的这个发展呢 就是说 它只能够围在这个经典歌曲里面 其实经典的 这个创作的音乐呢 也可能会有一些 是很接近这种 现在所谓的新派的 因为AIM为什么会把它分裂呢 AIM在当时在主办这个颁奖的时候 可能用了那些评审 他们在听这类的歌 他们本身有一些区别 如果我们不把它分出来的话 那么这些属于比较经典类的这种作曲取风 可能在评审那一关比较难过 所以我们研究到这一点 我们就确定把这个经典音乐类分出来 然后又用回一些比较了解经典音乐类的来当评审 这样就会比较公平的对待这些不同类的音乐 但是会担心它的这个发展受限吗 就只能够在这个经典的范围内那边发展 其实AIM里面没有限制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比较年轻的歌手 也有唱经典类的曲风的音乐 如果他想把他的这个曲在这个公开组 我们把这个就是没有把这个经典分出来的组 我们称为公开组 他要在公开组那边提名都可以的 他还是开放的 其实是没有限制 不过你如果你在公开组那边提名 可能你面对那些竞争更大 那些比较新派的 那些写歌都非常多 可能那个你被你被显中的机会 可能就没有那么大 变低了那个机会 就是这样的原因 对 那雪庸大哥你怎么看就是经典歌曲的发展 和现在流行歌曲的一些发展 其实我觉得音乐 没有界限 对没有界限 就是我觉得是全世界都是达同的这个音乐 应该都是一样的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好听 好听 好听 然后观众能够接受 对 我觉得音乐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觉得根本其实基本上是不需要去区分的 对 所以说什么流行 好听就可以了 对啊 我觉得好听就可以了 然后有人喜欢听 就是对了 感觉就是对了 就是这样子 好听是很主观 我个人觉得 对 我觉得也是 对啊 就是说 然后你写一首歌 然后就是说可能 就是每一个层面的人 就是说可能你能够得到更多层面的人 都能够接受你这首歌 我觉得基本上这首歌就是成功了 这音乐就是好听的东西 这样子 我个人对经典歌曲的这个范畴啊 我觉得我有一点的不同的这个看法是这样子 我不确定也没有对错 但是我觉得这个观点呢 是不是大家可能可以可以讨论一下 就是说我们如果说今天写一首比较现在流行 现代的流行为比较重的 假设可能 类似周杰伦的曲风 R&B啊 这样子这种曲风 好 它可以翻译成可能英文歌曲 或者是英文的这种这类型的曲风 可以变成中文歌曲 但是我们反观回 如果是现在我们用的是经典的 经典的这个曲风 它好像很难套成其他的这个词 它听起来有点怪怪 那种感觉 所以这是不是 这是不是也是一个限制呢 对经典曲风那种限制 我意思就是说 如果是那些流行为比较 现代流行为比较重的 你套什么词上去 它感觉上就好像 它没有违和 但是如果当把经典歌曲 你套上其他词的时候 它突然有一种违和感 我曾经做过这个试验 有稍微一点的违和感 我不确定是我个人的这个主观意识呢 还是它真的有这样子一个状况 如果是的话 它是不是也代表着这个经典歌曲的一种 一种框架的限制呢 我就认为 其实这个区别还不是很大 基本上经典类的音乐呢 可能是比较适合中年的人听 我们讲好像三十五 四十多五十五十岁的 那么就 所谓的 比较流行新派的 可能他们在唱的这个方式 那个唱有点不同 就唱法不太一样 唱法不同 还有片曲方面可能有点不同 那么听的人就觉得 这些年轻人听到这类的音乐 他觉得这个我比较喜欢 因为我曾经有接触过一些学生 他听到那些老歌讲 哇 这么难听了 结果如果你把这个老歌的曲风 片曲改一改 唱法改一改 他们又可以接受 所以不在于是那个词曲的问题吧 对 就是 因为有些人说 其实编曲就好像套上了这个衣服 一个装扮 你用不同的装扮 它的感觉就不太一样 它出来就不一样 不过它还是一个 它的精神和那个灵魂存在吧 比如讲像结诗乐 结诗乐它的编曲呢 或者是它的这个曲风的flow 它感觉就是比较那种 收不上来的那种感觉 那种feel 所以它还是有一个那个味道存在在那边 但经典歌曲可能学中大哥 也唱的比较多是经典歌曲 对吧 对 有没有尝试一些 比如说像 可能所谓的流行的这种创作 有尝试过吗 其实有尝试过 那我先提一下 刚才你提到那个问题 其实我们在80年代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 因为马来西亚你知道这个歌坛 我觉得都是百花起放 对 各种类型的歌曲 音乐都能够生存的 都包容 包容性很大 对吧 就有一个时期嘛 就很多人就是用中文歌曲 然后把它填成英文歌词 你记得吗 有有有 那个时候还出了好多专辑 然后都卖得很不错的 对 所以我觉得 你看这个中文歌曲 它填的这个英文歌词 然后它还可以卖 然后很多念英文 就是念英文 就是念音效的人啊 他们都能够接受这些歌曲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 我觉得感染最强的 应该还是整个旋律 它的旋律 旋律我觉得是感染力最强的 对 那提到说 我有唱一些比较 算是现在的这个本地创作 然后曲风比较稍微年轻一些的 那其实都有都有在尝试做过 其实我在86年发第一张专辑 第二张专辑 然后第三张专辑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80年代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也兴起一阵 就是本地的创作风 我那时候很多就媒体 都希望说 你的专辑里面最好有创作歌曲 那我们就 公司也就尝试一下 结果就 整张第三张专辑 整张专辑 那几乎都是创作 都是创作 然后有一些就是异曲 然后也是词呢 也是算是本地的创作了 那整张几乎都是 没有一首是旧歌 没有一首老歌 结果那张卖的最惨 然后惨到什么程度 惨到 就是 公司老板说 以后不干了 从此不干不要紧 然后你下一张的话 我再跟你录回经典老歌 如果你下一张 销录没有回声的话 我就可以打包了 就不用再唱了 其实 其实这也是反映了一个现象 就是说 纯粹是社会上 虽然说 吹着这个创作风 对 但是大家的创作的意思 就可能只是改掉一些词 或者是 怎么样 国外的创作 而不是本地创作 有 当时我们有一些 就是本土的创作 其实本地创作 那时候我自己还写了两首歌 自己还 这是第一次写歌 然后还写了两首新歌 就里头大概有超过一半数的 都是非常 怎么讲 原汁原锐的本地创作 那真的是卖的很差 这就是这个叫 长海遗珠了 我觉得是漏网之语了 会不会 如果现在再重新叫唱片公司 再发过多一次 再推一次 搞不好现在现象会可能好 因为现在整个创作风气 已经不一样了 对 我就觉得是这样 为什么我们AM在 接受提名的那些 所谓经典类的歌 只要你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 最起码一首我们就接受 因为我们也了解 如果你把整张专辑 都是用原创新歌 市场的流行 所接受的这个程度 可能没有这么快 就会造成你的销路 就会受影响 或者是你唱K的市场 也受影响 我们也考虑到这个原因 所以我们就把那个 开放的程度 只要你一首 我们就接受你提名 就是这个原因 但是现在还会吗 就是说 如果是全经典 就是全创作 就是经典类型的创作 我看风险还是很大 有风险啊 如果好像雪中的当年 所录的全 就是全原创的作品 如果当时它只是录 两首三首 其他就是那些 很流行的西洋歌改篇 或者是泰国歌改篇 日本歌改篇 可能不会好像他所说的 销路会这么惨 这个是关系到一些 当时的一些策划 这样子类的策划 如果换成是现在呢 我就说如果是现在 现在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比较好 我觉得应该也没有人敢做 就是整张创 我觉得没有人敢做 风险太大 风险太大 它的风险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我还是奇怪 为什么就是说 你看如果是说一些年轻的歌手 它的全创作大碟 还是可以卖 虽然说可能有些也是很糟糕 本地的通常面对这种状况 外国月亮还是比较圆的 但是我想说的是 为什么经典类全创作 会面对这样子一个问题出现 我觉得这个是听歌的 那个年龄层次的问题 他只能接受一些以前听过的 但是新的不能接受 就是你在听经典老歌这一挂的人 我觉得他们就是习惯性的 他就觉得说 你是谁 庄学忠 他就是唱这种歌的 那你突然间唱了一首 改型 对对对 唱一首周杰伦曲风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唱 对不对 他就不接受 很怪 你唱什么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观念 就是他们 对 早已经是先入为主 先入为主 但是当初就学忠大哥 你发的那个创作专辑也是属于 现在看起来应该是属于经典类的那种 其实在这个年 那个年代 我们都是用那个时候 最流行的那种方式 对那种方式来录音 对 包括他乐队的编剧 各方面 对 我还是觉得可以跟 谁中讲那个年代 应该还没有很明显的区分 新歌跟经典歌 没有这么明显 80年代 80年代没有这样区分 应该是90过后才开始慢慢区分 是 那个时候可能才有了 比如讲像光良品观 他们出来过后 之前因为有黄杰的一首一场游戏 一场梦 这类的唱法 那个歌开始 开始提 开始流行起来 这个曲风就开始慢慢变 OK 我就在想 如果是现在 真的是把那个专辑 重新再发过 重新再包装 可能有 可能有不错的事情 对 我们在想会不会真的 但我们要想 可能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的创作的曲风 跟整个我其实那个 创作的那种想法 音乐曲风 我觉得 这个时代 不知道是否能够适合 然后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我的公司已经收盘了 没完 要靠自己 要靠自己 但是版权呢 对 版权还是归公司 对 但是如果要拿回再发的话 其实版权也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问题 对 那个 最终所谓的那个版权 是那个持期版权 因为当时持期版权是卖断的 那是很有publish 对 卖断的 意思如果现在要再发的话 是不肯 可以 可以 你就跟那个 谁接手买的 跟他讲 我要唱你的 我付你一些版费 你还是可以唱的 那我倒不如再重新写过 对啊 就是这样的言论 也对 所以可以尝试这个 全新的一个创作 那在于这整个 可能想问问学中大哥 就是 毕竟学中大哥也是在做创作 对 那第一次创作的时候的心情 能不能分享一下 好啊 还有包括他在歌唱比赛的 那种得奖的记录 其实我第一次创作应该就是 刚才我讲的就要发那张专辑了 是 就是为了发那张专辑 那就要搞一些新的东西嘛 那因为我 我那个时候我刚出道的时候 我就自己有在 玩band啊 跟乐队 就是自己做 呃 乐队的领导 那就form了一般乐队 就是做一些歌乐团到处去表演 所以就对音乐就很有兴趣 那就写歌从来没有尝试过 那为了出那个专辑 所以我就开始写歌 然后我写歌的时候 那个时候其实真的印象很深刻 因为1986年那时候我在写歌 那时候我是人生最辛苦的一个阶段 当年我刚好 86年刚好成家 然后 然后结婚成家 然后做爸爸 commitment最多的那一年 对 最多记忆的那一年 然后在那个时候就写了这两首歌曲 所以 那个感触很深啊 就写的就是当时的那种 那种心境 那种心酸啊 算是有点心酸啊 现在回想起来还是 我觉得这应该是很珍贵的一个部分 对 大概还记得歌词里面说了一些什么吗 印象最深的那一句 有吗 其实我真的想不起来 看来印象也不是那么深 对对对 因为你知道隔了三十多年 然后你都都没有再去唱了这些歌曲 对啊 所以连旋律也大概忘了是吧 基本上都忘光了 然后当时你在录音的时候 就已经放了冠军歌王这个这个弦头嘛 其实讲到冠军歌王 其实冠军歌 现在现在马来西亚 我常我常在说 马来西亚现在你走在街上 就你石头一丢 丢到哪个头上 都是冠军歌王 对 因为现在满街 太多了 太多歌唱比赛 但其实冠军歌王 其实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我当年 就是我是第一个被关上这个 这个算是这个光环 这个荣贤 绝对是 因为那个时候 我印象中也只有叫随东大哥 有这个首先 因为那个时候 我是在最短的时间 然后用最快的速度 就拿到最多的冠军 因为那个年代不像现在有卡拉OK 就几乎每天都有比赛 然后有一天可以赶两三场 以前没有的 对对 以前的比赛就是一场比赛 那你可能要经过初赛 嗯 大学的时候可能还要 还跟女 这个女子组冠军 还在PK 在另外一个总冠军 对对对 所以那个时候是很辛苦 然后我们去比赛 那个时候 连高速公路都没有 highway都没有 嗯 我们比如说你要去南马比赛 哇 你能开个车六七个小时 才到那边 所以那个时候拿冠军 真的很辛苦 嗯 对 那为什么要想过去 特地开车开那么远 其实老实说 那个时候 我也是有听说 在有一些朋友啊 他们就朋友的 可能哥哥姐姐 就参加比赛 特地开车子 开到槟城 开到修复 我想干嘛那么辛苦呢 奖金也没那么多 其实就是兴趣哦 我觉得就是兴趣啊 因为唱歌的人 我觉得就是这样 都是这样 对啊 我感觉是为了收集奖杯啊 其实也不一定哦 因为很多去比赛 像我一些朋友陪同我去的 他们也不一定会在三甲之内 或者说他 甚至连决赛 他可能也进不到 但是他们就是有那股 心里面就是有那种 冲劲 对冲劲 那就想到说 陪你一起去 他也觉得很开心 还有他们也要享受 上歌台 舞台唱歌 那种那种 那种味道 也不是那么容易 会有这个机会 对吧 现在这个机会 可能相对稍微容易一点 对 现在容易太多了 你卡了OK决赛 可能一个晚上 还要赶两三场了 只是竞争也相对变大了 因为要求可能也高了 要求高 然后会唱歌的人 也越来越多了 是 大家都很容易就接触到 对 不过我记得写中最大的这个名弦 还是来自那个新加坡的比赛 新加坡那场比赛 对对对 其实那场比赛呢 也是 据说是第一次开放给亚洲人去 去参加的嘛 对 那是1983年了 好久 83年 他其实是跨年83年到84年决赛 那个时候是第一次 他们电视台第一次办公开组 然后就 应该是东河国家吧 东河 那就 好几个国家都可以参赛 然后那时候来的 甚至有包括一些台湾歌手 印尼 泰国 新加坡 马来西亚 是高手如云 结果就一一把他们击退了 是 因为他的比赛 他称为斗歌精益 你有料就过来 是 所以就是说 他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比赛 高手如云的话 虽然说马来西亚 是跟新加坡 没距离 但是我在80多年 我就已经跨出国外比赛 那个时候在马来西亚 代表参加歌唱比赛的多嘛 就是除了就是 雪中大哥 你还有谁吗 你是说在当时 当时 是去参加这个比赛 对 这个比赛 我就先说 其实有 像南马的 他们过去就比较方便 那像我们中北马的 会相对比较少一点 因为路途太遥远 然后我记得我去比赛的时候 我还是第一次搭飞机 第一次搭飞机 然后就千辛万苦 那是订了机票 结果上到飞机 然后空中小姐说 你也不要吃早餐 我还以为说吃早餐要钱的 结果我还跟他说不要 不要省这笔钱 是那个时候 结果这 浪费了 对 还饿 饿了半时 会问的嘛 我一次早餐就直接就serve给你了嘛 他还问你要不要吃 第一次坐飞机嘛 然后还误打误撞 没有机会的 还买了一个这个头等位 对啊 花了好多钱 然后早餐就没吃到 真的是 永远都难过 这个我比那个旋律 还记得很清楚 被坑的记忆 永远更清楚过旋律 那其实在学生大哥 这个歌唱比赛 就得了这个冠军嘛 对吧 那时候是一得了冠军 有没有就直接有唱片公司 还是说早上就马上有 有签约吗 那个时候 也没有 其实我在1981年 我开始拿第一个冠军的时候 就有人找我签约了 好几家公司 然后我都 不急了 不急 都还是保留 兴趣也不大 因为还是希望 能够比赛 唱歌 然后就站在台上 然后当然了 那个时候开始拿冠军之后 也很享受那种拿奖金 那种虚荣感 那种感觉 其实虚荣感 每个人都有 正常 其实我就说 一般比赛 比如讲像电视台 或者电台 这些媒体单位 所举办的比赛 他们一般上 都会要把这个歌手 冠军啊 亚军啊 可能就签下来 把他们绑住 那个时候 有没有这样子的一种做法 现在都有了 但是以那个时代有没有 其实从以前到现在 都有啊 都有 都有 那那个时候 他们有没有 就是把修纳跟你 就是把你绑了下来 但是我们 我觉得我们那个年代 不像现在这样 他是可能不会先跟你说 我要先跟你签约 然后你可能才会有机会吧 对不对 就大家都听说 有这样的东西 那其实我们那个年代 我觉得还是 相对下 还是比较单纯的 就可能就说 可能有一些 就是说 先跟你谈好说 可能入选的话 或者三甲 那可能就要签约我们公司 还是怎么样 但如果你不签约的话 我觉得还是可以 也OK的 还可以谈 现在情况好像不一样 据我所知好像 你现在要先签一个 可能不是合约 是一个 认同 认同的吧 如果你入到决赛 或者你到什么名次 你就必须跟我们公司签约 而且对啊 都是这样子 所以以前还没有这样子 对以前还是相对 比较轻松的多 我看现在电子媒体 搞的比赛 大部分都有这个条规的 这个条规对 其实条规对你们来说 是属于一个好的 还是不好的条规呢 比如讲像现在 可能当初 如果学中大哥 你真的有这样子被绑住了 你觉得他发展 会和现在有不一样吗 以我的经历 我觉得说 如果被绑的话 除非是 这个公司真的 用心做 用心去做你 大力栽培你 我觉得还可以一波了 就是 看看是否可以成名 那如果说 把你签下来的话 那整个公司签了 几十个人 几百个艺人的话 照顾不来 对啊 那照顾不来的话 我觉得那就不必了 真的 不如自由生还更好 对啊 自由生还更好 对 没有错 但是自由生的发展 其实面对很多的困难 也许路途会比较坎坷 会吗 其实我觉得都是一样 以我的感觉 我觉得都是一样 其实你自由生 我觉得很多东西 我们可以自己谈 就是相对 比如说价码 那你都可以谈 但如果你经过公司的话 那个价钱就很硬 是因为公司毕竟他有一个 他有一个profit 他必须要有 对 然后可能一个歌手 他原本他市价 比如说可能是三千块 那公司在谈的话 可能变得一千一万五 对 对 像他是增加了 可能四到五倍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还是有他的有利有弊 对 是是是 所以在整个过去的 这个比赛的经验里头 我好奇的一点是 因为据我说 纸专人大哥是其中一个冠军 获得最多的纪录歌手 其实我当年是最快 80年代的时候 也是最多的吧 我没记错 其实我是那个年代最多 但是后来很多了 现在有几百个的 有几百个冠军的 好多了 可以吗 上百个冠军 可以 两个三百 三百多都有 但是很多歌唱比赛 都血绝这些歌王歌后参赛的 其实我们那个年代会比较 比较严格 我看血绝那个年代 他的歌唱比赛的数量 没有在八十后期 九十那时候这么多 所以他当时拿的那个数量 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冠军歌王 就是数量多那种冠军歌王 多到一个什么 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你说那个是那个 数量 数量 就是我们比赛的那个得奖 对 冠军的 其实我们大概比起来 我想一年顶多是十多 十多长 已经是很不简单 很不错了 很不错了 对 而且有很多比赛 就是有很多歌手 他们实力都非常的强 老实说 我看以前的歌唱比赛 因为我也是有去看一下 去观赏 我觉得相对比起现代 以前的歌手 好像随便都唱得很好的 那一种 如果唱得不好 还不敢上台 对 跟现在情况不一样 你偶尔看一下 这样子都可以上台 走音那种五音不全都可以上台 以前可能还没有这种现象 比较少 对不对 会比较少 因为那个时候 我觉得真的是 每个歌手上来都是 真材实料 对 因为你一上台上 那个时候没有卡拉OK的 我们都是乐队的 那你乐队 你跟老师讲 给我个C key 他就弹了 然后你就唱了 然后就 甚至这个比赛 大决赛 你都没有机会 跟乐队老师有彩排 完全没有配合 没有彩排的 对 直接现场就来了 对 直接你一上去就来了 但你不担心他的这个歌曲的编排 可能有点不一样吗 对 就往往就会发生这种现象 就有一些 有一些老师 他可能就是说 他们就在听那歌曲的时候 就可能没有 没有跟那个原版的 跟得很接近 或用他自己的一个方式来表达 所以那个就是靠临场的机制 所以真的是 你如果说你没有 没有这方面的 那个怎么讲 随机应变 对 不能随机应变 我觉得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还有一个现象 就是如果说 那个乐队老师 他觉得 这个歌手的态度不太好 他把那个key 跟你打高半个key 然后就唱死你 会这样的 以前都会 公报私仇 对 对 会有这种现象 OK 那如果面对这种现象的话 应该怎么处理呢 很难处理吧 我觉得 那个没有处理 就只能被处理了 因为这种情况也发生 在那种夜总会 那种show歌来到 态度不好 他就跟你打高半个key 会这样子 你没有包红包给老师 我说买香烟给老师 什么之类的 然后你又很 那样子很群的话 我觉得他就会 就会有这种后果 那随中大哥 你没有唱过像类似这种 就是pop 这样歌台 其实我那个时候 我歌台是有唱的 歌台有去做一些表演 但是pop的那些 我就没有唱过 然后我就在1981年 得了冠军 第一个冠军 那我就在 那时候我那个冠军 是在金河广场里面 有个天红歌剧院 很多人都没有听过 这个天红歌剧院 那时候很多海外大牌 都来那边表演的 我就在那边 拿了冠军之后 然后我曾经在 那个歌剧院 驻唱过 大概三个月吧 然后也有 跟他们的巡回团 到全国去跑一下 这样子 现在已经不流行 这样子的做法了 是不是 现在我想你开歌剧 应该也没有人会来看 对 但我觉得有一些 另一番风味 因为现在说的都是那种 大家都喜欢听现场 然后就喜欢那种 live的感觉 不是吗 对 现在就看演唱会了 对啊 直接看演唱会了 不需要说了 对 那就是看演唱会了 但演唱会的成本高 成本高 对啊 那如果是歌剧院 就不一样那种感觉 不是讲歌剧院 就好像 我不确定 现在比如说 在台湾 我听说台湾 还是一样 有一些唱pop的 有很多歌手 甚至从pop出生的 这种情况 但是马来西亚 我们从来不曾听说过 哪一个歌手 是唱pop出来的 都是可能 搞不好 民歌餐厅有了 现在是民歌餐厅 民歌餐厅有一些了 但是民歌餐厅的 他们的这种 就是舞台实力 舞台魅力 跟唱pop来讲 我觉得差别是非常大的 所以马来西亚 是不是缺乏了这一块呢 可能就没有 这样子的一个文化 少了这个平台 少了这个平台 但平台 是我们自己 不愿意去做 但是没有人愿意去投资 为什么呢 就是没有这个市场 所以这是难搞的 一个情况 那学中大哥 就是在你的 整个歌唱生涯里面 你觉得 高潮低潮 我相信都面对过 最低潮的那个时候 是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是不是就在你说 这个成家那段时间 还是其实 还有跟低潮的那一块 其实那个时候是比较 对是属于比较 像刚才一轮讲说 是比较心酸的那段日子 然后第三章发了之后 就卖不好的话 就要面对 可能没有的再发片的 那个感觉 但是我觉得老天爷 真的是特别的 就是照顾我 就是我在第四章的时候 那我们再重新选回 那个经典 所谓经典老歌 然后整张又是经典歌曲 结果那一张就破纪录了 那么那天上 这卖的超好的 卖的好几万张 对 然后我很多 现在卡拉OK的歌曲 现在大家在唱着 很多时候 就是从那个第四章开始 所以版权陆续在收 其实版权 我们都没有得收了 都是归公司的 所以我觉得也是 跟我们本地 以前的一些本地歌手 制度的问题 对 制度造成我们的一些 一些小小的一些悲哀 就很多东西 就是你唱过了 或者说你 你之前你发表过的一些专辑 那最后你都没有 很实际的利益 就当时你可能拿了一个酬劳 而且那个时候的酬劳 是很低的 可能是一两千块 就一次性的那种 对 一次性付了之后 然后你就从此以后 完全没有认得的盈利 这样子 但实际上如果根据现在的法律 是不是说应该 如果是拿回这样 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是不是说现在 连歌手也应该陆续 还有版权费收 都有 现在应该有了 现在他们国际的这个公播 我们讲公播 英文叫Public Performance 它就有分成唱片公司的 那个声音录音的 这个公播的 这个版权收入 就是此起人 那个公播的版权收入 还有演艺人的 公播版权收入 那么写中 即使之前 他那个录音的版权 是归公司 但是如果使用的程度高 他还是会有 将来会有这个 公播的收入 但是现在 虽然说过去是这样子 但是现在已经改了 对吗 那既然在卡拉OK 在KTV 依然有唱 雪中大哥的歌曲 那为什么 唱片公司 他又没有在 另外播出版权出来呢 因为他是不同类 因为那个是属于 录音版权 他们演艺人 有本身演艺人的 这个 这个另外一批收入 所以在将来 可能这个审科的制度 如果完整的话 这些演艺人 将来所走的路 应该会比较好 但是过去收不回 就追不回来 完全没有 不可能追的回 应该会有 可能他的 应该会有 应该会有 那个审科的制度 就要非常完善 比如说他的审科制度 他知道 雪中的卡拉OK 非常受欢迎 歌唱比赛很多人唱 那么那个审科出来的话 他还是会有 会有不错的收入的 将来 将来那个制度完整的时候 今天最好的消息 最好的消息 因为你知道 因为我的歌曲真的很多 我真正唱过 跟灌路过的歌 有超过800首 然后我在卡拉OK里面 如果他齐全的话 齐全我的歌曲的话 大概都会有600到700首 600到700首 对 有 因为在这个90年代 80年后期 90年代 我经常有去当评审 几乎男的唱老歌 几乎有七成到八成 突出唱雪中 雪中大哥的歌 真的是这样 真的是这样 因为比较好唱 还是编曲 比较偏 他的编曲好 而且他唱法 他们接受 就是应该是要 这样子唱才对 对 已经变成一个标杆了 如果不是这样唱 就已经fail了 对 所以在整个 这个歌曲的流行度 我听到一个东西 就是 只要你要经典歌曲 能够卖的话 他必须要靠卡拉OK 可以这样子说吗 这个成分很大 很大 非常大 如果你没有 那首歌不能够让人家唱 或者你没有卡拉OK版本的话 我觉得 他可能会比较难卖 对 虽然说现代流行歌曲 也是一样 但是我觉得 在于经典歌曲 他可能更要依靠这一块 为什么呢 我个人感觉是这样子 像一论老师 你刚才提到 听经典歌曲的 他的年龄层 可能是在30岁以上 中年 对吧 那他们过往 可能没有这样子的机会去 没有这样子的平台发挥 对 那现在就 这个明星梦还在的 所以他们就要有 更多的这种平台 那他需要一些工具 道具 那卡拉OK版本 就是工具道具 让他们去发挥去唱了 那如果有这样子的东西 他们就可以觉得 我更有兴趣 对这个东西 然后就会买这个专辑 所以我觉得卡拉OK 可能就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这个叫什么呢 推动的这个催化剂吧 这样的专辑 经典歌曲 真的是这样 真的是这样 因为我觉得 因为像那些中年人 因为以前可能一些歌曲 他很喜欢的 没有卡拉OK 没有卡拉 找不到来唱 那现在突然间有个歌手 你说歌手 可能他不需要很出名 然后他就刚好 这个专辑里面 有出了这首歌曲 这个我找了几十年才找到的 他就会抢手 每个就去唱的歌曲 现在反而有一个现象 就倒回来 就本末导致 我就说很多歌手 他可能唱的不怎么样 但是他那个卡拉很特别 他就可以卖 现在情形有一点 有点不同 不一样 因为起码不用像以前在 就在冲凉房里面唱 对 现在有卡拉OK 还有伴奏 听起来多好听 对 那说到这个 就是我们顺道提一提 就是我刚刚伊伦老师提到说 这一次的这个AIM颁奖力里头 就学中大哥也是有入围的 最佳男歌手的舞强 对 然后他其中一首歌曲 就叫做拼图的 对拼图 这个拼图里面说的是什么呢 他其实就是 创作者是想说 我们的爱情 那爱情就像拼图一样 然后这个整个拼图里面 少了一块 少了一块 就是我们的爱情当中 就是有了一个缺陷 他是想表达一个这样的东西 然后我觉得他 他这个整个的形容 跟他带入的那个感觉 我觉得是 其实蛮抽象的 然后也算是比较有心意的 其实不会像一般的那种 很经典的老歌 很少人会觉得说 把爱情形容成拼图 那个感觉 拼图少了一块 那我觉得那个心里面 真的是非常的 很落寞 非常的不舒服 那个感觉 所以这个歌曲呢 其实他整个曲风呢 他其实也不会很老 他唱起来呢 而且他是非常悦耳 然后旋律呢 也是非常容易 让人家有记忆的 我从他名字听起来看 然后在听薛忠老师 这样子的说法 我第一个感觉就是 他的词应该很流行化 并不像经典的那一种 因为像以前的一些歌曲呢 如果说到感情爱情啊 应该不会像老师说的 不会拼图来说 对对对对 但是现在什么都可以形容了 对啊 甚至可能就是搞不好吃一餐饭 也跟爱情有关系 对啊 吃一块饼干也可以 所以我觉得这个慈禧创作人 黄振江先生 我觉得他真的是 我觉得他是有与时并进的 就是他从以前 可能七八十年代 他就写歌到现在 那我觉得他随着这个潮流的转变 然后他也自己做出适当的一个转变 所以这个是 我觉得是可喜的一个现象 真的很不错 很不错 好 那我们马上来听一听这首拼图 希望听了过后 你找到你心中那块拼图吧 先听一听吧 感谢观看